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到韓國購物影片第二部分 第一條影片講完一個品牌的產品 30年左右 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講幾個品牌 首先講了 A2T House 因為我都講過皮膚敏感 所以要轉換所有產品 買了這條LINE的產品 它是比較低敏成分 給皮膚敏感的人是非常適合的 我買了它的Cleancer 是PH6.5 酸性比較低 不會令皮膚容易敏感 泵妝是一個泵 泵妝是一個泵 泵妝的濃密也是不錯的 做得不錯 就叫做SUNJUNG那條LINE 新出的 另外買了intensive cream 即是加強版的保濕臉霜 就是這樣的 它有很多 它有Toner Lotion Cream Lotion Cream 其他有精華感 我買了intensive cream 去用 可能是冬天用 因為 保濕一點 以前也不算很貴 洗面膏都是五十多元 Cream也是 因為這個是小支 所以都是四五十元一支 另外 它現在正在做市場 我買了粉底 我買了BB Cushion 的review 它送了一個新的盒 它有很多 金色、粉紅色、黑色 我選擇一粉紅色 好像是一萬瓦 然後送這個 之後買了補充妝 就是我常用的 Mascara 還有眉膠 這個 之後就說我在Olive Young買了什麼 我買了幾款的 面膜 就是那些 深層清潔 保濕的面膜 深層清潔 或者保濕的面膜 第一個是這個 都是那些很熱的面膜 它有很多包 給你 其實只有五包 好像四包 五包 它是一個 倒帽的面膜 就是一個 沒有 你整塊拔就OK 這個是23 年老的牌子 不知道有什麼牌子 是一個面膜 這個就是保濕的 它有另一個是 收毛孔 清潔的 我買了這個來試 這個 很推介 這個 綠色的 另外 買了兩個 那個好像是 $18,000 即$100 另外 這些就是$2000多 這個 好用的 這個 一個就是 茶樹 去做一個清潔 像是收毛孔 清潔的 另一個 我買了一個 保濕的 最主要我也是用這兩款 其他就是 美白 抗皺 那些 我就不太需要 所以買了兩個 兩個都是 倒帽 沒有面膜 另外 它有幾款 都是 那些 GET THE BEAUTY 推介的產品 一個就是 香水 這個 包裝超美 是一個 髮型和肌膜 不知道看到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超美 而且它是香的 又不貴 所以就買來試試看 另一個 買了它的髮尾油 叫做 髮尾油 就是 Baby Powder 這樣 就 $6,000 $40多 另外買了它的 Beauty Water 就是 Sun & Park 這個牌子 是韓國 化妝師牌子 它就是有做Z妝 即是60ml 大支 送一支 30ml 這樣 那我就不開來用 但我真的想試一下 做一個 Toner 或者 好像那些 精華 這樣 另外 就買了它的棉花 這個棉花 每個都好用 所以我就買來試一下 用來 用來 下妝 用來上Toner 一盒是這麼多 不算很多 一塊 一塊 它的特色就是 厚 它很厚 很像 枕頭 小型枕頭 它可以 這樣 有個厚 可以這樣 放在手 這樣抹 很好 好 好像是二千多元 即是十幾元一盒 這個 它有另一個是 小一點 我忘了這個大還是小 好像另一個小一點 這個 Innisree 很流行 眼影 可以混合 這樣 買了這些細細的 眼影 這樣 然後再加上盤 就可以做到 這樣的眼影 自己一個專屬的眼影盤 你看到我真的很喜歡 這些粉紅色的閃粉 閃的顏色 另外我買了一個胭脂 和一個打陰影的 淺啡色 去做一個 眼影 這些全都是閃的 它當然也不閃的 它就是一個 下面有磁石的 你買了這些單眼影 然後再買了一個盤 把它拔出來 它裡面有磁石 如果你想換 或者什麼 你可以放進去 就這樣 大和小 這裡總共買了三百多元 它的盤只有幾個選擇 我相信它會越出越多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最好 或者有啡色和黃色 我覺得它的圖案很噁心 就是這樣 我這個用來打鼻影 這些 另外在SILO買了兩個 BB Cushion 設定 一個是它新出的 超級保濕 超級遮瑕的BB Cushion 另一個是一個 防水的BB Cushion 就是這樣 它的洞是超級大 那些洞洞 很噁心 平時那些是這樣的 我買了這兩隻 這個是新出的 這個也算新出 但這個比較新 就是這樣 因為我有太多BB Cushion 所以我不打開 但我買了來想試 這樣 漂亮的包裝 Q Cover 其實SILO的粉底 或者BB Cushion 一向都可以的 另外就是MISSHA 買了一個 Body Mist 又是那些 MISS 就是Pearl Pe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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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se 這個味道 這個泵妝 又是很便宜 50元 那 上網看的我就是 這個味道 跟英國的香水 1000多元一支 那些的味道 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只是50元而已 那我也覺得它挺香 味道是比較清新的 但其實我噴開香水 我是喜歡噴一些比較 甜一點的味道 不如這個我買來試一下 那在 SILO 這個Pearl 這個牌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就買回它的唇膏 這個是我用了很久 那一支已經用完了 那它現在好像轉了包裝 就是這些 它是超級長時間 就是你可能 吃完飯 還有會有一點顏色 不會是完全沒有顏色 還有一些顏色 就叫做 Ink 這個 我覺得這個 好用的 後來就想說一下 我在G Market買一些東西 然後寄了去韓國的酒店 都搞了很久 其實我可以在G Market買一些東西 其實你可以送到韓國酒店 你再去收貨 因為其實我有一些牌子 是在店面買不到 即是在明洞 或者在首爾是買不到的 你要在網上訂的 那我就買了 iMimi的產品 那我就看到G Market獎的 iMimi的產品 iMimi的產品 所以我就寄去韓國 剛好我就去韓國 就在那裡收貨 那它現在的粉底 還有BB Cream 是在做減價 所以我就買了 那它三條 三個 我也有買的 這個是比較水潤 BB Cushion 和粉底 我都覺得好用 現在我也有在 所以我不開心 這兩個 我以前也有說過好用 這兩個 那另外我就買了 它的Powder Pack 即是粉餅 它這個是遮蓋好的 它另一個是保濕的 我就買了遮蓋好的 那它簡單包裝 又寫著iMimi 簡單包裝 那帶出去就可以了 那它獎的Promotion 減9 即是5000 超便宜 即是40元左右 這個 那另外我就買了 它新款的 眼影盤 也是粉紅色的 它的盒子已經是粉紅色的 它裡面是超級漂亮的 我覺得它的眼影超小 就是這樣的 那買這個 Eye Shadow Palette 是送一支唇膏的 啡色的 深種紅色 就想說 Pony和Mimi是同一間店 那現在呢 明動不知那間店 沒有了還是我找不到 去到雲大去看 那G Market的價錢 是便宜過10號很多 它買其他東西都很貴 我之前買的那個Pony 我買的很便宜 即是不用200元一套 但它好像也買三百多 另外買了一個新出的Cube Cube 即是一粒 這個很好的 就是有四粒眼影 然後再加一個胭脂 但是它很小 又是 我的指甲比它更大 四隻眼影 然後再加一個胭脂 那可能你帶出街或去旅行的方便 就是唇膏 Lip Crayon 它做了Promotion 3000元一支 即是20元 另外就想說一下BBIA這個牌子 又是在韓國比較少見的 這是一個新牌子 我在Olive Young 好像是Watson's 還是不知道在哪裡看到 這個牌子有得買的 這兩個都是一個淺啡色的眼影 我就用來做鼻影 它是很自然啡灰色的 就適合我做鼻影 你看它的顏色是很自然的 又不貴 全部都是二千多瓦 三千多瓦一個 這個就比較我喜歡一點 它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就是做鼻影的顏色 最重要是自然 這個顏色就很適合 我買了一些眼影粒 這個是在G Market 也很出名的眼影粒 我突然忘了是Atom的牌子 但它的眼影是很出名的 也就是二十元粒 買了一些金色 金色扇粉 又是粉紅色 粉紅啡色 這個顏色很漂亮 我經常都有化這個 另外買了橙金色 又有閃粉的 另一個淺粉紅 我多數化妝會用這個 先打開眼底 再用這個去做尾尾的位置 就會很漂亮 全部都是二十元粒 這個G Market好像挺香港的 如果想買也可以在G Market買到的 那我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拜拜 閉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